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當你覺得這個指數的震盪很大的時候 你只要問自己一句話就好了 你有沒有在操作台紙棋 這個老船長沒有 那就好啦 可是指數在跌的時候我們會害怕 我跟大家報告 你常常聽到人家講 急跌有沒有 然後緩漲慢慢漲 就漲的時候比較慢 然後跌的時候就礦一個對不對 這個就符合人性 老船長這話怎麼講 你想想看 在漲的時候對不對 大家都不願意怎麼樣 用比較高的價錢買 有時候就會整理上上下下 所以就是怎麼樣 還漲的感覺 但這個趨勢它只要是大多頭 你會發現 一段時間後你回頭一看 已經漲了一個波段 但在這個中間 常常都會有一根中長黑 幹什麼 洗盤 把很多怎麼樣 跳進來想要搭轎的 也不是真正的來投資的 也就是市場上所謂的福額 我們常講洗盤就是要清洗福額 什麼叫福額 就是講快點心速也不大正 對不對 當初你來到股票市場 你是來幹嘛的 老船長我們第一天來 我就是要來投機的 神經病 沒有這種人 你剛來股市的時候 就像一隻小白兔一樣 對不對 悟闖叢林 是吧 裡面原來這麼險惡 那時間會怎麼樣 告訴你很多事情 你也會學到很多的事 對不對 因為一次兩次的賠錢 你慢慢也學到經驗 對不對 那你總會有一種心得 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真的 集碟還漲 反而是多頭格局 很簡單 這個叫做加權 這叫台北股市 對不對 看到沒有 在這個漲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來 對 好 有沒有 在這漲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都會殺 對不對 都會殺 但是你整個趨勢來看 它就是一個大多頭 那很多人都是在這邊被洗下車 殺在阿呆谷 就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 對 殺在阿呆谷 對不對 每一次都會有人殺在阿呆谷 那每一個波段的 所謂的高點珠頭山 就這個地方 都會有人去追 對 有沒有 你再看一次 豬頭山 殺阿呆谷 然後再重新來 有沒有 豬頭山 殺阿呆谷 豬頭山 殺阿呆谷 有沒有 這豬頭山 兩萬點上下 其實有機會怎麼樣 會來一個回檔 那只是說 這個回檔 什麼時候會來 只有神仙才知道 我們作為一個平凡的人 分析 要稍微謙虛一點 不要聽你的老師每天唬爛 說指數的轉折 每一個波段的那個點 他都知道 那個就是金光檔 你叫他來跟我講 你看他敢不敢在我老船長面 講說他指數可以抓到 這裡賣這裡買這裡賣這裡買 那個是在電視上表演的 網路上 專門來怎麼樣 騙人的 尤其現在很多什麼 抖音阿 台灣叫T-talk 有沒有 或是Facebook阿 YouTube 這裡面有很多那種廣告 都是詐騙的 我一看 教你K線指數 什麼樣的指數要做買進 然後他把那個什麼圖 還有動畫的這樣 後面再表現給你看 那個都詐騙了 不要相信 K線沒有絕對的 有絕對的人能發財 跟你講這個K線 未來就會往上漲 那大家都不要工作了 看到這種K線買進去就賺了 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些鬼話 懂不懂 那我常常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你看我的測標 這個盤它會怎麼樣 它會一直嘎空 嘎嘎嘎嘎嘎嘎 然後怎麼樣 才會沙多 那嘎空沙多完 不是說就走入空頭就完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沙多 然後嘎空 再沙多 再嘎空 你明白老船長的意思 但是整個就是大多頭的格局 就對了 換句話說 你只要逢低 你敢做多 那你的贏的機率就會很大 對不對 那你硬要去買那個 譬如說現在大盤的位階在這 你就買那個跟它位階一模一樣高的 甚至還要比它高一點的 我也不反對 我說過也可能會再創新高 但是你如果有一天成為一個 最後一隻老鼠的時候 那你就帶腫一點 你不要挨 我講的話是人講的話沒有錯吧 對不對 而且我警告你們 千萬不要去放空股票 指數我就不多談了 因為我也沒有在帶旗子會員 但是股票我都跟你們講 千萬不要空 那你看嘛 過去這段時間 這叫大盤 有沒有 你空會不會被嘎死了嗎 當然有些股票它是沒有這樣子漲 可能還趴在地上 例如像這種什麼1301 對不對 這個台塑 什麼1101 有沒有 台泥 中鋼 這一波大跌我早就預告 我說這個 有跟ECFA有關的 這種傳統產業股 你都要避開 都很有可能會再破底 你不要以為它很便宜 對不對 像台塑要配一塊 是不是 你說台塑配一塊 你看1301 對不對 這配一塊 那指數如果再往 它如果再往下跌 對不對 那你不是很慘嗎 那你如果報台塑 你從這邊就開始報 哇塞 你股價已經賠死了 它鼓勵才配你一塊錢 這哪有殖利率啊 我看很多財經台來報 台塑配一塊殖利率多少 殖利率多少 是看你股價買在哪個點位 好不好 不要那麼沒有知識 沒有知識也要有嘗試 我看很多分析師還在分析 真好笑 那你說你買在今天收盤 今天收盤 今天收盤 今天收盤台塑 今天收盤多少 六十幾塊 一張六萬多塊的股票 配你一塊錢EPS 一千 送我都不要 比它好的多了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懂很多事情 它不是知識 它其實是嘗試 明白嗎 就像我叫你不要放空股票就算了 你還去放空那個最強的 現在什麼最強 這一隻啊 我在節目上講多少次 我說你不要去放空 AI裡面的怎麼樣 小股票 因為他們活跳跳 瓦跳跳 我有沒有講 你看這些人我弄給你看 來 不讓你看你不知道 龍眷的餘額 咚咚 對 看到沒有 一千多張 各位觀眾 這一張多少錢你知道嗎 這一張多少錢 六十九萬啊 大哥大姐啊 有一千幾百張的空單 還在那邊怎麼樣撐啊 這一些空單喔 最後就是怎麼樣 他們就等 甚至再漲了 他們會再空 對不對 再往上走的話 最後就是 大股東會要開了 哈哈 強制回補 是不是 我在這個節目講多久 我說AI有分兩種 一個是老的 一個是新 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就是散熱 雙紅跟奇紅 我說這兩隻小股本的 尤其雙紅才八點多億股本 你千萬不要去空它 你說老船擋它六百九 本益比這麼高了 那是人家爽啊 大股東不賣主力硬拉 你咬它啊 這一隻就是典範啊 有沒有 這一隻叫什麼 這四星KY啊 它給你漲到四千幾百塊 但是呢 這家龍券稍微少一點 但這一張是幾百萬 你把它換全身 一張幾十萬的 也不會少到哪裡去 搞不好還更多 對不對 那你去空它幹嘛 是不是 所以說 3324這隻股票 有放空的舉手 雙紅 看到沒有 還有一隻3017啊 放空的舉手 奇紅 奇紅股本稍微大一點 但是呢 雙紅今天創歷史新高 就再創高 奇紅還沒有 這個還沒有 這個也應該會有 也應該會 這個應該會過 我就說過啦 你就不要倒楣 它就一直嘎 明白嗎 當然我相信你們 是不會去放空這種股票 你看我的節目 看我節目觀眾 智商比較高啦 但是我敢說市場上 一定有一堆豬腦袋 去看了別人的節目 甚至還參加會員 股票呢被嘎死 還要再交會費 你說是不是倒了 八輩子的煤啊 對不對 但是他還在 相信他的老師 可以帶他怎麼樣 脫離這個危機 那老船長直接告訴你 三個字不可能 不管未來大盤怎麼 就算大跌好不好 我也可以告訴你 這些股票的空單 必死無疑啊 為什麼 要開股東會 融券要強制回補 那你今天有落得這個下場 你就要去想 到底誰在幫你 那誰在害你 明白嗎 好 那AI裡面這兩隻活跳跳的 散熱的 對不對 我在節目上講 不要放空 你 那老AI呢 就是偽創 技嘉 跟什麼 廣達 這三檔股票 我兩個禮拜前 我就說 你要趕快從裡面怎麼樣 趕快從這泥沼裡面出來 對不對 因為他們不會漲啊 他們不是叫雙紅 也不是叫齊紅 雙紅齊紅 我說過會漲 而且會大漲 因為股本小 他獲利本來就比較好 雖然他本益比 已經過高了 對不對 但是人家就是爽 主力就是爽 你咬他嗎 對不對 但是你看 偽創 所以有些東西不是 他真的不是一個所謂的知識 他是常識 對不對 偽創的股本多少 289億 對不對 這個就不是主力有能力拉抬的 你聽得懂吧 所以他就是要走趨勢 你看 兩個禮拜前我就跟你講 他的趨勢就是怎麼樣 橫向 準不準 華碩 伺服器的 橫向 準不準 廣達 橫向 準不準 老船長 兩個禮拜前你就講 沒有錯 全市場有誰敢這樣預告的 只有我一個 明白嗎 我們下半段節目回來 繼續分析 不要走開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多空雙響操作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於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鼓動乾坤 各位有沒有覺得 散戶真的滿可憐的 就像韭菜一樣 在市場被人家收割 那其實就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講的最直接最難聽一點 你一定要做AI 你不會去買雙鴻跟齊鴻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散戶都沒有 散戶有的就是偽創 華碩跟怎麼樣廣大 而且套在裡面 那我剛剛講的 這些都大股本的股票 不是主力可以拉抬的 它一定要靠趨勢 對不對 那現在法人呢 就所謂的外資投信跟自營商 都在裡面繳獲 然後再加上怎麼樣 大股東啦 現股的 融資的 秉種的 大家都坐在那裡面 等著有人來拉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嘛 明白嗎 我說過了 NVIDIA 輝達的天大利多都出來過了 這些股票都不會漲 它都在原地 那你就怎麼樣 要知道 他們需要很長時間整理 在等什麼 時間來換取空間 換什麼空間 換他們三個要自己 要救自己 你的EPS要往上拉 你的營收要怎麼樣 漂亮一些嘛 人家輝達是輝達 你台灣的這三檔 跟輝達比 XX比雞腿 對不對 我講的都是實話 大家也要認知啊 但是也不至於到 要去空他們喔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吧 我們偽創 這AI伺服器的 空單都在去年第四季 現在偽創在這 被嘎了幾十塊 包括這個空單也是一樣 你們就等著怎麼樣 開股東會 然後呢 認賠回補 只是說你們賠得少 稍微少一點 如果空旗紅的 空雙紅的 那西翹翹 那叫做傾家蕩產 那最後我來做一個總結 Who WHO 誰叫你空的 絕對不是我老船長吧 對不對 那你如果參加投顧 然後人家叫你空這個 你就完了嘛 對不對 你當初會費是交給我 我會叫你去空嗎 不會啊 但是你沒有那個智慧 你聽得懂 我是講真話 站在你們這一邊的 結果怎麼樣 你呢 不聽不聽不聽 那你就完了嘛 是不是 你現在也不要怪 你也不要去怪那個頭顧老師 懂不懂 如果頭顧老師帶你放空被嘎死 你也不要怪他 因為他也要生活 他要養家活口嘛 對不對 當然要怎麼樣 保自己 然後棄你們嘛 反正到時候 對不對 再來一個 來一個 歐龍世道 對不對 什麼事都當作沒有發生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就要再去工作 123456年夠回來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再做一次結論 不要去放空股票 小心指數會來個怎麼樣 急跌 這個前面都已經跟你講過了 剛剛節目開始 這個都會有急跌的 有急跌的 但整個趨勢還是大多頭 所以這個地方什麼時候會急跌 沒有人知道 包括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趨勢是這樣在走的 不可能一直漲 你也認同吧 所以指數的部分 你要知道它急跌的時候 你要更趁這個時候 看出誰是好股票 對不對 你要趕快做買進的動作 但是以你們的個性 叫你買創歷史天高的 你也不大敢買 你也買兩張一張 你敢全壓嗎 你敢嗎 那種船長我們不敢 不敢你能發財嗎 買一張兩張要幹什麼 對不對 我們要買那個敢全壓的 第一個 趴在地上的一定是 大部分都地雷股 不要講地雷股 就是說也是 爺爺不疼老老不愛的 我舉那個 剛剛我舉的那個例子 它不是地雷股 但是你看看 你買的話你的下場 這叫台塑 這叫台塑 這叫中鋼 這叫中鋼 這叫台泥 這叫台泥 像這種股票 早就應該沒有了 你還套在裡面 我建議你退出股市 尤其你看我節目 你還有這種股票 那莫名其妙到幾點 對不對 好 那這些股票 你要去避開欄 你不要因為它便宜 很多頭顧老師 會在節目上騙人 這個地方要買位階低的 是為了你們好 怎樣 鬼扯 大盤都到快兩萬點附近的 還趴在地上 一定有問題 就是公司不賺錢 我一句話就解完了 你聽得懂嗎 怎麼會台塑 怎麼不會賺錢 就是不賺錢 對不對 去年才賺一塊 才賺一塊 賺一塊的公司股價多少 六十幾 本益比六十幾倍你要買嗎 對不對 中鋼 中鋼去年有沒有賺錢 賺一毛 賺一毛 各位觀眾 一毛 股價還有二十幾塊 亂七八糟 台泥好一點 台泥啊 賺一塊錢 比台塑好 台塑賺一塊股價快七十 他賺一塊股價才三十出頭 也稍微好一點 但都沒有用了 這些股票你都要避開 因為他們都是趴在地上的 那個在外太空的 跟甚至比大盤還高的 我是不是跟你說 你們不要去碰 所以你應該找的是 那個在腰部的股票 對不對 底部腰部頭部 然後腰部的股票 有一些它是真的很好 它只是大家沒有給它 青睞的眼光 還有散戶的無知 以及這些主力的豬腦袋 而且主力會去做那個虧損公司 那種主力都是豬腦袋 他以為現在是什麼時代 包括老船長天天就提醒大家 3228 這個千萬不要買 這虧損大王 都是虧錢 股價五百多塊 這無法無天 真的無法無天 包括神盾今天雖然漲沒有用 這叫他虧更多 居然怎麼樣 高達兩百幾十塊 亂七八糟 嚇好離手 還要再跌 這公司根本 不但不賺錢還狂虧 有主力怎麼樣 跟頭顧老師配合 頭顧老師可能也沒有收主力的錢 他就看這股票有標 就在節目上胡說八道 你看嘛 這一段我們就胡說八道 神盾好 神盾廟 神盾呱呱叫 對不對 結果原來是狂虧的公司 棒 人家這個至少有賺錢 人家至少有賺錢 但是我都一直提醒你們 他本益比過高 所以你去玩這種 在外太空的股票 你一旦受傷的時候 管你是賺錢公司的3661 世新KY也好 或是怎麼樣 神盾啊 或是金力科這種 虧損公司也罷 你都不要去碰 他們都是在 跟大盤一樣高的位階 跟外太空 那個低檔也不要碰 甚至中間腰部的 腰部的 我不能夠說你們一定要懂得 找出哪一檔股票 對不對 你又不是專業啊 那老船長 對不對 自然就幫你們找出來了 他叫八貫 我說我這個電視教學 我可沒叫你買 對不對 人家做醫療軍工航太 這些 請問一下光醫療軍工航太 這個 這大勢所趨 現在天天都在打仗 對不對 打仗不用醫療嗎 蛤 你是豬腦袋不知道 打仗要醫療嗎 那這些產品都要經過認證的 門檻高的 他才有毛利率高 然後我要給你們看 毛利率高不高 高不高 跟老船長講毛利率高不高 32% 銀益率二十幾% 很多公司毛利率很高 銀益率是負的 笑死人了 對不對 都是假的嘛 公司都在虧錢嘛 對不對 人家這個是正港的 毛利率超高 銀益率也超高 然後去年賺多少 對不對 賺7.52% 這個可以拿奧斯卡金像獎 7.52%什麼概念 打趴打掛一堆股票 而且他的股本才多少 7億多 在我做投顧老師 分析師的生涯裡面 我知道一個小股本的公司 如果他一直很會賺錢的話 他股價一定會很飆 包括前面的四星KY也是 對不對 但是他已經飆過頭了 明不明白 最早你們認識的大力光 大力光股本才13億耶 還飆到6千多塊 為什麼 他很賺錢 那當然了 後來獲利衰退就掉下來 各位懂意思嗎 那老船長這個八貫 他有可能一直獲利很好嗎 他去年賺7.52% 前年賺7.34% 連續兩年EPS都7塊以上 而且去年還比前年高的 你台北股市你找一檔給我看 你找一檔 一檔就好了 對不對 那只是我說過 我有在每天計算他的籌碼 他沒有阻力 他是趨勢會讓他往上走 目前還沒有阻力 我敢大膽拍胸部保證 因為我每天在查券商分點 我會分析統計 還沒有阻力 因為阻力在台灣 腦筋正常的聰明的不多 大部分都租腦袋 然後都吵弄虧損公司 然後最後出事 檢調單位要怎麼樣 要抓要查的 然後就逃了 對不對 這一種我告訴你 只要智商稍微高一點 高一點阻力就知道 你看他現在在哪裡 他在腰部 各位他在腰部 對這裡是他的頂部 這裡會不會過 我認為一定會過的 為什麼 他就是基本面這麼好 對不對 他很難不過 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講的前年那麼棒 去年更好 今年呢 今年第一季 是他的怎麼樣 軍工的旺季 世界在打仗 我認為他今年的獲利 不會輸給怎麼樣 前兩年 那如果連續三年都 可以七塊多 這股票我跟你講 飆到哪裡不知道 只是說現在很多人覺得 他叫八卦 以為他是怎麼樣 在背後說人家八卦 不是 他是叫八貫 他不是叫八卦 念清楚 你看 從老傳統跟你們講的時候 開始這邊有沒有 就一路上來 今天創新高 後面什麼時候會噴 你們就等著看 我跟別的老師不一樣 我不喜歡用騙的 那你真的要發財 就是所有資金 貫一檔股票 然後這檔股票這樣大標才賺 那現在台灣的投顧老師都是先叫一百檔股票 這一百檔都是他的 只要有漲的 未來都是他的 都從這一邊算到這邊 真八百趴 九百趴 一千趴 就這樣騙 反正他的會員都租腦袋 也不會去告他嘛 對不對 心甘情願 那他也專門騙租腦袋 因為只有租腦袋 才會相信這種老師嘛 對不對 我不一樣嘛 對不對 我怎麼說就是怎麼做 智商高的 你現在趕快打電話來找我 你看節目看了老半天 我八卦這樣 八卦這樣這樣這樣 你有買嗎 你沒有買啊 我早就知道你不會買 而且你要做這個準備 當我們八卦有一天要出的時候 我也會在電視上講 那麼你要買下一檔的 你認同老船長的做法 你就趁這個時候趕快先打電話進來 離開那個大魔頭 對不對 你這樣跟下去 早晚你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再回來 那是必然的事情 因為你跟那個金光黨大騙子 你聽得懂 不要說老船長沒有提醒你 那麼八卦我認為 很快這個月你會看到 他飆到天上的樣子 那有些事 我在節目上也不方便講 看你自己做決定 要不要打電話進來跟著我 現在開始撥打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